最后赫连宇拓什么都没说 挂掉了电话 斯敬衡冷笑 然后又拨通了云起的电话 派人跟踪赫连宇拓 有情况 立刻想回报 李潜洛等啊等啊 暖暖都走了两三天了 还没有等到赫连宇拓来求婚 李潜洛很干脆的买了一张飞机票 飞往了云北省 到达赫连宇拓公寓的时候 他果然没在家 李潜洛想了想 还是给赫连宇拓打了一个电话 看到公寓内的李潜洛 赫连宇拓有种回家的感觉 紧紧的把他抱在了怀里 李潜洛被赫连宇拓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男人低下头 吻上了他的鼻垂 李潜洛想推开他 男人却直接将他打碗抱起来 进入卧室 李潜洛 我和祥宇拓 然后一个翻身紧紧的抱住了李潜洛 最后的时候 李潜洛还是果断的拒绝了他 潜洛 你是真的想和我结婚吗 我才等你去提起 这种事情 就等到结婚以后 你是不是有把柄在他手里 恶连 我逃不过他的手掌心 要不然 我们就算了 如果你不介意他手中的把柄 我也不介意 至今 我们只有在等等了 等过段时间 说不定斯进衡 对他没有新鲜感了 就会放过他了 我想让你的身 你的心都和我在一起 夜 很是安静 李潜洛手进来电铭声 格外的响亮 他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下了床 拿出自己的手机 看着来电显示 果然是他 李潜洛 在哪啊 我想你了 有事吗 我想见你 斯总身边美女如云 会想见我一个杀人犯 你不感觉很可笑吗 对不起 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有什么用 能弥补你对我的不信任 和各种折磨吗 斯建河 我是不是太好说话了 让你一直变着花样 欺负我 我会好好拥补你 可都是不要忘 不好 我要和温温敷睡了 斯总不要打扰 别人美好的夜晚 你在云北 陈洛 要休息了 走吧 赫连宇拓声音 清清楚楚的 从电话中传过来 李潜洛 你要是敢跟他发生件事吗 你等着 我现在非不去杀了他 你是我的谁呀 要你管我的事 李潜洛 我拿着你的围巾 把着你的双手 把你安在阳台上的 你够了 乖 去酒店 明天去接 赫连宇拓 直接把手机 从李潜洛手中 拿了过来 斯总 想太多 我所有的房子 都是我未婚妻的 去什么酒店 我们家不是更好 说完 便直接按下挂机键 早点休息 李潜洛看着手机 不安的点了点头 洗完澡 抱着手机 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 凌晨三点 李潜洛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把手机调成静音 看着他响了一遍又一遍 然后微信就过来了 五分钟后 如果见不到你 我都就上不去 李潜洛立刻换上衣服 头发都没有来得及 炸起来 拿着包包 就出了卧室 赫连 你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我不让你走 别怕 有我 门外 男人穿着白色的衬衣 双手插在裤子口袋 冷冷的 看着面前紧闭的门 对身后的两个人吩咐他 一百万 把这个门给我揣开 房间内 赫连语述的声音刚落 公寓的门 就被大力的踹开 声音非常大 一个亿 这个能给我解决了 被男人揽在怀里的李潜洛 瞪大了眼睛 斯静恒 看着这两个人 居然又打起来了 而李潜洛 拿起掉在地上的包包 往门外走去 斯静恒眼尖的看到李潜洛要离开 只得放弃赫连语拓 立刻跟了上去 洛洛 跟我走 再碰我 我报警了 洛洛 这么晚了 没有出租车了 我们先去酒店 回应他的还是沉默 斯静恒这一刻心里很难受 他能够想象到李潜洛以前的绝望 绝望到他会选择死亡 李潜洛被他塞进车里 旁边斯静恒坐起来挡住了他 另一边的车门也锁着 李潜洛只得放弃了 最后干脆闭上眼睛 靠在车门上 和斯静恒保持着距离 酒店 我很讨厌你 你不知道吗 知道 那么 现在 我要让你重新喜欢沙窩 谁给你的自信 让我重新喜欢上你 做梦 做个梦 能让你重新爱上我 也不错 我已经到房间了 你可以走了 李潜洛 对不起 斯静恒 你拿我当手了 高兴的时候 把我搂得紧紧的 不高兴的时候 对我各种折磨 然后推得远远的 从今以后 你给我滚 不要再给我视野 干嘛 你要是敢发誓 早就被雷劈死几百次了 我们俩再也没有以后了 你回你的C国 我过我的日子 各不相欠 这会不见 我听你太多 如果你认为你欠我的 那么 你就给我滚蛋 永远别出现在我的面前 睡吧 太晚了 你别碰我 好 我不碰你 我就不要碰你 快点 不知道和斯静恒 挣扎了多久 李潜洛直到睡着的那一刻 还是没有逃脱 斯静恒的怀抱 第二天都要中午了 李潜洛在一个怀抱中 醒了过来 醒了 女人直接走进浴室 对床上的男人 视若无睹 亲爱的洛洛 今天跟我回C国 见我们女儿好不好 不用了 我和赫连语托 会再生一个女儿的 如果你再提她 我现在就去干掉她 你SL要倒闭了吗 斯总会这么闲 放心 SL技能就算倒闭 我以后 也养得起命 谁要你养 女人看着走向浴室 完美身材的男人 厌恶的撇了撇损 正在冲早的斯静恒 听到外面传来的动静 知道那个小女人 又跑了 不过她不着急 慢慢来 李简洛一定会是她的 逃离一般的出了酒店 然后直接打了车 去了机场 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她又想起了陆子熙 如果陆子熙还在 她可以给她打电话飙车 可以给她打电话 去酒吧买碎 即使是喝得烂碎 陆子熙也会把她 安全的送回家 拦了辆出租车 往墓地驶去 到了墓地 李简洛心不在焉的往陆子熙的墓前走去 刚看到她的墓碑 她的照片 她的笑容 李简洛就忍不住的哭了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陆子熙 不会陪伴她到最后呢 就算不是爱情 亲情 友情 都可以啊 陆子熙 你怎么会这么傻 像我一样傻 会为了爱的神 去死 你那样的爱着我 喜欢着我 而我的眼里却只有斯金河 我不会再原谅她了 陆子熙 五年前她不信任我 五年后 她还是如此的不信任我 我也许没了她 会活得更好 其实没有贺怜与拓 我也不会再原谅她 陆子熙 可是我的心好痛 为什么 为什么 李简洛会坐在陆子熙的墓碑前 哭得泣不成声 对不起 陆子熙 我没有天天来看你 你在那边 要好好的 以后我也会努力的 让自己开心幸福起来 不让爱我的人 为我担心 陆子熙 下次再见 李简洛离开墓地的时候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 地方比较偏 一辆出租车都不见 李简洛只好拿出手机 拨给了哥哥 李优寒的手机 响了许久都没有人接听 估计是还在部队忙着 拿着手机走在无人的路边 李简洛又想起了陆子熙 五年前在地城 他被出租车司机扔在郊区 就是陆子熙骑着摩托车 去接他回去的 当时他给思静恒打电话 都没有人接 我又在郊区 依然没有回程的车 只是 你的电话 永远无法接住 想到这里 手机响了起来 他以为是大哥回拨的 没有看清来电显示 就赶紧的接通电话 大哥 我在盘楼林园 附近没有车 你过来接我吧 只有淡淡的一声 嗯 李简洛也没有多想 怎么回事 他怎么来了 再次低下头 翻开了手机通话记录 他刚才接通的 居然是斯静恒的电话 他还以为是大哥的呢 上车 李简洛看了看天色 又看了看周边 荒芜人烟 然后非常不情愿的 就上了车 给我一个尼布的机会 好不好 你不用做什么 只要不拒绝我对您的好 就行 斯总 天下的女人何其多 况且你还有未婚妻 这样和别的女人 爱爱妹妹的 真的 就成了渣男了 她不是我的未婚妻 我没有停婚 简直是我送的 但是我 放不下你 即使当时我以为你是我的伤仇人 接到你的那一刻 我才没有见你的时候 我的脑子里 却是你 罗罗 我知道你是我的妻 给我一个尼布的机会 好不好 抱歉 孙先生 以前的李浅洛 已经死了 李浅洛冰冷的说完 下了车 头也不回的 离开了兰博基尼 斯进恒看着他的背影 懊恼的 吹了一下方向盘 他在恨自己 恨自己 对不起李浅洛 他往马路上走了走 准备拦辆出资车回载 现在正是下班高峰期 拦了好几辆 都不停下 李浅洛只得向我前走着 李浅洛正在想着 怎么面对斯进恒呢 忽然一阵巨大的疼痛 将他包围 伴随着急刹车的声音 他打了几个滚 最后在马路上 动他们的 斯进恒接到 李游吴电话的时候 正在办公室 忙着处理文件 听他说 李浅洛出车祸了 被送到医院 斯进恒慌得 笔都掉在了地上 然后联盟让李游吴 把李浅洛 转到承阳四人医院 承阳四人医院 刚看到床上 躺着的小女人 斯进恒的眼里 就再无别人了 李浅洛 你不要幼时 一定不要 斯承阳眉头紧皱的 带上了听诊信 然后走到旁边的仪器旁 专心的 给床上的女人做检查 几分钟后 斯承阳的眉头 越皱越紧 看得斯进恒 更加担心了 到底怎么样了 除了外伤 其他的都没问题 只是 为什么还是昏迷不醒呢 没有 他怎么不醒了 睡着了 你别着急 再观察一下 他拿出自己的手机 往病房外面走去 拨通了人脉电话 确定斯进恒的确出去了 床上沉睡的女人 忽然睁开了眼睛 斯承阳还正在观察 他脸上的伤呢 猛然睁开的大眼睛 结结实实的吓了他一跳 等会儿 你去告诉他 我失忆了 呃 斯承阳满脑门的黑线 他要让我和他一起 骗那个男人 行不行啊 不行 我去告诉斯进恒 你你刚才非对我 失忆 很好的理由 不过让我答应你也可以 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怎么 想趁我打结啊 既然你不想和阿恒在一起 那让我追求你 如何 随着病房外面 男人沉稳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李简落匆匆躺下 只得说 答应 答应 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 好 斯进恒收回自己的目光 再次走到李简落床边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有什么意思 病人刚才估计撞到了脑炉 醒来后估计会出现失忆的现象 所以你们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失忆 选择性的 还是全盘性的 永久还是暂时 他犀利的问题 让斯承阳这个专业医生 也差点没有回答上 这个还不确定 根据病人稍后醒来后的表现才能判断 李简落可真是给他找了一个好差事 不过能够追他 还是比较值得高兴的 斯进恒紧紧的盯着床上的小女人 如果他把自己忘了 那该怎么办 李简落 如果你敢把我给忘了 我有的是办法 是你重新记忆我 斯承阳还在盯着李简落看 斯进恒就不高兴了 回你办公室去 那会儿先落交 房间内就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李简落立刻感觉到空气的稀薄 呼吸困难 好几周 总办 万一露香了总办 洛洛 醒了以后 不许忘记我 他忽然有点怕了 如果他真的忘了自己 该怎么办 洛洛 我已经不能没有你了 快点醒过来 洛洛 我已经开始 为我们婚礼做准备了 比之前的 更省它更隆重 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洛洛 今年 前却首付宝 已经更新了 你排第二呢 等到半年后 再更新 我让你做第一 好不好 洛洛 如果你成了富婆 我不允许你挟起我 这个臭丸子 怎么这么会生气 后来 李浅洛真的睡着了 一觉醒来 天已经完全黑头 斯静恒一直守在他的旁边 正在看证文见了他 很快的就发现了 李浅洛的动向 醒了 怎么样 你是谁 真的是一样 立马按下呼叫器 准备让斯承阳 再给他做一个检查 什么都别想 我是你老公 和我叫上 老公有毛线呢 还敢欠我 你是我老公 我是谁 当然是我老婆了 你叫李浅洛 咱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叫童谣 这个时候 斯承阳从外面 推开房门 他醒了 好像 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再给他检查一下 他怎么样了 暂时性失忆 左臂骨折 其他的都好 最快速治疗失忆的方法是什么 因为他的脑部还有淤血胃轻 不过他的情况不严重 没必要做开炉手术的 所以让他回去慢慢恢复就行了 小哥哥 你好帅啊 可以做男朋友吗 可以啊 非常好想看啊 感谢观看